POP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好欢迎回到POP大国民六点到七点的时段 今天六点钟我们来了一位大国民 真的是很大的国民了 那大家对他的故事成长的故事 对他的成就对他努力不懈的更上层 其实从很多方面的报道大家都看过了 但是我们今天很希望让他在现场跟大家聊聊天 那各位就会感受得到他即使已经一路走来 一直创造自己人生的很多的新的奇迹 可他还是一个非常客气非常谦虚的一位朋友 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吴宝春 哈喽宝春你好 蔡大哥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才介绍他的时候 我用吴宝春三个字理由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他的成就已经超越了面包 超越了烘焙师 他其实已经像是一个在我们的职场上 在人生的路上其实可以给很多人一些启发的 如果我们只是限定在他的专业领域的话 我觉得有点窄了 我第一次就说这样子称赞 这样子这么多的title放到你身上 说实在的你这几年面对这样子成功之后 很多很多的赞美 你自己用什么心情来看待 会不会有压力 一定会有 然后但是 出个门都要整理一下发现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在这个部分 自己在一直告诉自己 就是说不管自己未来的成就到那里 永远都不可以忘记自己来自于哪里 你会那个吗 你会在掌声不断 美光灯不断 赞美不断的那个当下 自己会一直提醒自己吗 对 就是要求自己就是不能 太嗨了 对 然后不能在这过程当中 然后我觉得人生它是 我觉得那些都只是一个阶段 人生是要不断不断的去调整 然后不断不断去成长跟挑战的这样子 好 我们今天讨问吴宝春先生 当然是因为 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是让自己一直不断进步的 比方说如果就以面包这个成就来看 他是在2010年获得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 可是在6年之后 也就是说他已经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了 他在2016年 他又获得了世界最佳烘焙师的这个头衔 那换句话说 这6年当中 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功成名就了 事业做大了 他就停下来 保存最值得大家关注的 还是在于他自己不断的在求进步 那至于说他在知识上的努力 各位从一些新闻媒体上也看到了 他甚至还到了新加坡 去努力的为自己的专业知识 跟经营企业的这种管理的知识 更上层楼 我想都看出来他是越来越有企图心了 好 但是所有的故事都要回到原点 回到你最早的原点 回到最早原点的时候 他不过就是一个国中毕业 来台北 想要打天下 想要找工作 想要有一技之长的小孩子 是是是 现在回头想一想 现在跟那个时候的对比 差得很大 对 其实 蔡大哥你讲这样子 我也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对 那这个故事可能有一点长 好 你说 好 我们有一小时的时间 好 我记得我17岁的时候 家里就是真的是很穷 然后回到了台北 然后到台北 我记得我在一家面包店 我在那一家面包店 他总共有三个师傅 然后我每天就是早晨三点半起床 然后开始工作 然后到晚上 你们那时候还是有点像学徒制 对 学徒制的方式 然后那时候一个月两天假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的薪水是六千块 然后最主要是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面包店是前面面包店 然后后面是我们的面包工厂 那隔壁呢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 对 那那个浴室是我们 洗东西 洗澡 上厕所都在那个地方 所以环境呢 也很简陋这样子 对 但是那时候就是 嗯 就是因为我们有大师傅跟二师傅跟学徒跟我 就是我 我就学徒上就三个人 那因为在 我每天早上 就是大师傅他们都是 跟二师傅特别晚起床 那我比较早 那我起来就赶快啊 摆面包 然后退面包 然后准备把等一下营业 然后煮沙拉 我觉得那时候 我那时候一心可以好几用 比如同时可以 啊 搅拌面包 退面包 煮沙拉什么等等 我觉得那个跟比赛一样 就是比赛要一心多用这样 嗯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 呃当 呃 我一个月两天假 如果说没回去 屏东 那我就留在台北 那台北的时候 我留在宿舍 我们的二师傅啊 那他就会 就会 呃要我呢 起来帮忙做 因为如果说我没有起来帮忙 那我就 呃没有起来帮忙 他他就是会吵我啊 会怎么样 就是 OK 所以就是我一定要 就起来帮忙 反正非帮不可啦 对 但是我已经很累 我也想睡觉 但是 但是 没有办法 然后后来 就是因为 呃后来也因为这样 我就 就给自己呢 就是 呃就是 呃早上他没起床之前 我就溜出去了 但是我溜出去之后 宁可牺牲睡眠 就溜出去 让他找不到你 对 然后我就溜出去 然后溜出去之后就是 呃 也不知道去哪里 嗯 然后我就会搭公车 然后到中 到处乱逛 到中正纪念堂 哦 因为我是不知道哪里去 对 然后我记得我就是 呃 我 我那时候在中正纪念堂 然后就是晃啊 先晃啊 然后累的时候就在中正纪念堂的那个 围墙旁边不是那个水泥椅子嘛 嗯 我就在那边睡觉 呃 待一天 待就在那边一天这样子 就是你的休假 就是我的休假这样子 然后可能就喂鲤鱼啊 什么的 那 那时候在整个白天这样逛的时候 你都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的 就是看人家放风筝 然后不然去看仪队 对 对 然后我就 没事呢 也会到很高的地方 对 然后我曾经啊 就是 就是在 呃 中正纪念堂最高的地方 然后就是 嗯 就 就 遥望着 哎 就看到总统府 嗯 那时候 17月的时候还是解岩时期 嗯 那时候呢 总统府不是一般 我们现在哦 可以那么 可以那么靠近啊 怎么样 等等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 哇 总统府哎 那里面是住着谁啊 嗯 然后他在做什么啊 然后想着想说 啊 想说 啊 算了 那种地方可能不是我们重人可以去的吧 嗯 嗯 所以就觉得 很遥远 很遥远这样子 所以会觉得说 那有一个地方 那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对 结果现在 现在变成 不管什么政党的总统 大家都要拿吴宝春来当作台湾的骄傲 来来描述 啊 请你请你做客了 嗯 哎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 人生好像都有这个这样的一个阶段 嗯 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处境啊 你都会有一种 觉得自己在遥望着未来 仿佛在遥望着未来 对对对 也说不太清楚说那未来一定是什么 对 我记得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跟想到我在念 我当时又回来念研究所的时候 我那时候 你晓得也是一样 我穷学生嘛 就在永和这边租了一个房子 坐在永和住在河堤边的那种公寓 你知道最便宜嘛 价格最便宜 会淹水嘛 最便宜 住在顶楼 我常常就是傍晚的时候 一个人坐在上面拿一个可乐 然后那个鸽子 有人在那边放鸽子 那个很典型的嘛 对 放鸽在上面这样哇飞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上面 看着台北市 那个黄昏的时候 那个都是脏脏兮兮的空气 心情跟你这样讲有点一样 就想着说 哇 好大一个台北哦 对 我们将来会怎样呢 对对 其实那时候很茫然啦 对啊 很茫然就是说 其实那时候还有一点就是 我也曾经在那个水泥 就是在睡 然后冬天 然后被冷醒 然后我就一直哭 然后就问自己就是说 那这样的生活 到底还要过多久 对 我们待会来就来看看 到底还要过多久 那吴宝春为他自己 那个阶段做了什么 然后才有后来的吴宝春 马上回来 在休假日的时候 年纪很轻的吴宝春 在忠能纪念堂 或者是躺在这个水泥的椅子上 他晒着太阳 或者是很冷的时候呢 顶着寒风 他在想什么呢 现在吴宝春就到我们的现场 他在告诉我们 他的人生 在回想一些往事的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在那几年的时候 你一直在思索将来要干嘛 可是你从来没有放弃过 面包这个 面包这个 没有嘛 你并没有说 那我不要做面包了 为什么 一定表示这个东西在吸引你啊 面包这个行业 应该是 也不是说吸引 应该是说 我也曾经想要放弃 但是呢 我想到说 那我要做什么 因为我做国中毕业 然后认识的字又不多 我能够做什么 对 我顶多也是去当 就是以前的传统的方式 就是可能去当修车师傅 当厨师 我顶多这些工作可以做 那因为我想到 我没有放弃 是因为那时候 没得选择 然后也想说 如果说那时候 我大概做了面包 做了三四年 然后大概我十九岁 二十岁的时候 也想说 那不然不要做面包 那想到说 不要面包 我要做什么 那我要做的一样 还是学徒的工作嘛 那与其说 我要重新开始 那我就继续 努力在面包上这样子 对 在面包这个领域 大家看到的 当然就是你后来 2008 2010 你都去参加这个大赛 对不对 然后得到奖 可是在这个时间到 你从学徒开始 到200810这个过程 其实时间很长 对 很长 那在那个漫长的时间里面 你做在干嘛 就一直做 对 还有就是 有一点就是说 其实在我当兵 我当兵 因为当兵我认识了很多 我们有很多的大专兵 对 那大专兵 他们就有人教我认识之 后来我也懂得 我看你好像在福一的 那个阶段的时候 你花了很多时间在读书 对 就是 就是有开始在充实这一块 其实我打个岔 我看你的 有一些片面段看到你一些 讲自己的过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你其实是一个 一直在努力 自己很努力学习的人 比如说 你虽然一直说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学历 从国中以后 可是你自己读书 对不对 然后学日文 也都在工作中这样学 我可以想象 你为了让自己有更大的突破 你对英文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对不对 所以你在语言上 英文没有 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些 到外面去上课 其实这个 像新加坡它是中文教学 那英文的部分 其实这一块也是在 就是我后来去参加2008年的比赛 然后比赛的时候就是要介绍 然后因为我觉得那时候 播英文好像哑巴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遗憾 就是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不会自己讲 然后就是要靠翻译 其实那个 我懂我懂 心里面是 真的会觉得很可惜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说 后来我也鼓励 就是很多小朋友要去学语言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点 没错没错 你想这个就跟我们前一阵 有一位导演到我们的节目来也是 他说那时候参加一个国外的比赛 就得到奖了 上去之后 因为他没想到最会得奖 上去就吓了一跳 就发现自己英文不行 所以他之后只讲了两句英文 I come from Taiwan 全场给他鼓掌 我还有一次 我还有一次更好玩就是 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 然后要去澳洲 那去澳洲做什么 那时候有一个人邀请我去教做面包 教他们做面包 那时候因为 因为我很想去赚 赚这个钱 对 所以我不会英文怎么办 那我想说惨了 那不管我还是 我觉得说我就想要 反而去才说 对 你很勇敢 我也想说 不然就去冒险吧 对 然后我就搭飞机 从 那时候记得搭国台 然后到了香港 然后再搭到澳洲 然后落地的时候 我就要进海关 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 现在谈的不安 然后想说万一他问我什么 我就听不懂怎么办这样子 然后真的是我要进去 然后他就问我一些 讲了很多一些 一些 真的问我一些问题这样子 然后我只要回答一句英文 English I don't know 然后他就让我过去 但那次的澳洲行算顺利吗 都很顺利 都很顺利 也是華人 香港人 香港人開的麵包店 所以說這個人生 這段人生 你就等於是也讓你有很大的醒悟嘛 你剛才說 你會鼓勵很多年輕的孩子 多把語文鼓勵一下 其實還有就是 我覺得一定要不斷的去 不要害怕 就是很多事情它一定會在我們選擇過程 其實在我人生裡面也有很多的過程的選擇 但是在選擇的過程當中的就是不要害怕 對 然後勇敢去面對它這樣子 那你怎麼樣去得到很多專業知識 我聽說你對麵包的改良 麵包的這種專業知識的了解 其實就很像我們聽我們聽眾朋友 如果你喜歡喝茶 喜歡喝咖啡一樣嘛 它有很多是專業知識的部分 你一定要花很多時間去吸收這些知識 你從哪裡來得到這些知識呢 好 其實在這個部分 其實應該是說早期台灣的專業的知識 因為以前我們都是土把令綱嘛 那土把令綱變成做出來麵包啊 就是一年四季啊 就是做出來麵包每天的品質都不一樣 有時候發了起來 有時候發不起來 因為它就完全是用手感啦 用手感 對 然後天氣 因為有冬天有夏天 因為台北那時候冬天跟夏天很分明嘛 所以就這樣 然後後來是自己知道說 跟日本人學 就一定他們 因為他們懂得這些基礎理論這樣子 所以後來自己也去學了 就是買了日文書的專業的書 然後去學了那個日語 然後最主要是想要看懂那一個書 然後那時候其實有一點啊 為什麼會讓我 想要去學的原因是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的好朋友稱呼 廣告帶我去記憶國屋 台灣的記憶國屋去看書 然後我就看到書好貴 一本都一千多塊 然後就跟阿光說 阿光這書我又看不懂 然後 然後他就說你買就對了啦 然後我心裡面開始想說 我現在看不懂 不代表我永遠看不懂 所以我就 因為這個念頭 所以去學了日語 所以才 才在這個裡面就可以 有一些東西就可以了解 所以等於就是說 是為了在工作中的需要 而進入到日文的世界裡面 對對對 那現在對你來講 日文是OK的 專業是專業的音樂 專業OK啦 但是平常的話不OK這樣 OK 好 所以你的你的麵包的 各種專業知識 尤其在二零八一零以後 你也去參加比賽啊等等的 對 這些怎麼去怎麼去加強這個麵包 這個像你剛剛說的 你其實是在自己閱讀 還有自己實作的過程中 一直一直調整 一直調整 對對 在麵包這個領域來看的話 其實那時候應該是蠻難的 因為那時候 其實在準備比賽那個過程 其實只有一個信念 就是一個信念就是 我要拿冠軍這樣 你有這麼強烈的意圖 對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麼 就很強烈這樣 因為我看起來 你08年去的時候是先拿到亞軍 對不對 然後再隔兩年 對 10年過去的時候才拿冠軍 然後很好笑就是 因為有時候就是以前窮嘛 所以 市場會跟老天爺對話 然後我記得08年的時候 因為我的目標是想要拿冠軍嘛 然後 後來那時候大會又宣布說 要再舉辦一個個人的大試賽 然後我現在常說 啊 這可能是老天爺在考驗我 然後再一次給我機會這樣 對 所以呢我一定要把握了這一次 2011年這一次 這樣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 那那兩年你在幹嘛 你怎麼去揣摩 其實在那兩年我後來離開嘛 離開公司 其實我離開公司 但是那時候還有一些 我那時候就是 開始練習啊 對 開始準備啊 練習 就是自己在比賽那個過程裡面這樣 你08年 你有沒有檢討 08年為什麼只拿到亞軍 你帶來這麼強烈的意圖去 有有有有有 其實那時候我有看到說 我哪些問題 其實比賽他有一些小訣竅的 嗯 比如說 我們做出來產品 我知道說就是說 我們做出來產品啊 你要第一眼讓你那個評審有沒有 第一眼就說 哇 就要 哇 這怎麼做的 OK 就那就是電影 周星馳電影《時神》嘛 對對對 第一眼看到就要心長眼 對 你就是要讓心 因為當你第一眼讓評審看到說 哇這怎麼做的 經驗嘛 那就是 你曉得他一旦經驗了 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的味覺 對 就被感染到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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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評審啊 其實我也當過評審 其實通常我們都是 外貌取向 我懂 當選手可以到這個地方 比賽的時候 其實他的技術 好吃不好吃 已經不是問題了 其實一樣欸 像我們看一個文學作品 或者一個戲劇的作品 你看評審 也是這樣子啊 前面三分鐘 對 前面的五六行第一段 嗯 一開始就搶住你的話 他就已經占了很大便宜 對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講的沒錯 所以兩年後的2010年 你顯然記取這個教訓了 對對 就是 我就知道 然後我 我那時候 因為 那時候我用了一個方法 我是可以教大家 如果說要比賽 嗯 那時候我就是把自己 訓練成一個評審 然後把自己訓練成一個教練 然後我又是個選手 然後我 我就是那時候 把自己就是上個角色 然後我怎麼做呢 那我如何當評審呢 就是 我把歷屆的冠軍 拿出來看 那不是看而已 我還解讀他們 嗯 他們為什麼會拿冠軍 為什麼 然後我就一直看 我不知道看了幾百次 然後看到我懂 哦 原來是這樣 所以當我每一次 在練習的時候 嗯 當我練完的時候 我就是 評審就跳出來 他來 審視我的作品 我就把我就是 因為我知道說 我要拿冠軍 我一定要超越歷屆的冠軍 嗯 我才能夠拿冠軍 所以我就是 把自己訓練成一個評審 然後對自己 就是欸 有沒有 有沒有讓我 有驚喜的 那個東西 欸這段很棒欸 這段很棒 我說這段棒的 我講了三次 很棒的原因是因為 對 他其實就是一種方法了 對 他是一個方法 就是你要成功的某種方法 是是是是 你要讓自己跳出來 因為你曉得 很多人都會 有這種 對自己的東西很有把握 可是他一直在自己的角度看 對 他就未必能夠知道 他可能到處理學 為什麼我都沒有被裁判青睞呢 為什麼 對 可是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們有時候應該跳出來看 是 從裁判的角度來看 這個訓練很難 但是 可以練習 沒錯沒錯 其實大家可以練習說 像我看力技的冠軍 而且不是只有看 你要理解他 他為什麼會拿冠軍 然後呢接著就是 當我評審給自己點評之後 接下來 比如說我會給自己打分數 我的目標是200分 然後我就給自己打分數 然後就然後我在另外一個角色跳出來 就是教練 他就告訴自己 我就告訴自己 就說我應該怎麼做 我應該讓你找資料 我應該怎麼練習 我該怎麼樣 我該請教誰 然後從這個地方 給自己意見這樣子 所以這套方法 你到現在還當成自我訓練 對 一種提醒 太好了 所以我現在出去 不管我到國外到哪裡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幫助我很多 就是我可以看出很多的一些細節 然後看出很多的一些重點 我告訴你保存 我比你大了那麼多歲 你剛剛這段談話 對我都很有幫助 因為他等於提醒了我的 的確有時候 要怎麼跳出自己的角度 看自己的東西 你才能看到自己 可能還沒看到的 有優點或缺點 馬上回來 我們繼續跟吳寶春 我覺得我們不只是聊他的成功 我們聊的也是 他對人生體會之後的很多 成功的秘訣 馬上回來 大家都認識吳寶春 也都會拿他來當例子 來鼓勵自己的小朋友 鼓勵年輕的時代 可是要當吳寶春也不容易 各位剛才從他的體會就知道 除了他年輕的時候 那種很困苦的路 很寂寞的路 其實並不是現在很多小孩子 能夠體會得到的 因為現在少子化 大部分的小孩子 也都還可以得到家庭 蠻好的照顧了 所以這並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還是 你要找到一個方法 當大家都是A咖的時候 說真的的 你要成為A plus 那個差別很可能就是要一個方法 那剛剛寶春教大家說 他從歷屆的麵包冠軍身上 怎麼去累積觀察了解突破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棒的一段 所以我剛才說 對我自己的收穫很大 好接下來我們要談一段 我們也曉得 人有很多人成功之後 他會停在那 我所停在那意思就是說 他就在那個光環之下了 然後他會害怕走出去嗎 萬一失敗了 我這光環就砸了對不對 或者呢 因為這光環已經可以讓他 得到很多的工程名就好處了 所以他也就樂於享受這個 這個工程名就好 可是我看你很有意思 你還是在不斷的試 比如說想要得到更多的知識 那比方說你會在事業上面 求很多的突破 那或者再講更直接一點 我們去買你們的麵包 常常會經驗 也會有這種經驗 就是說哇賽 還可以這樣做 還可以這樣吃 還這樣子來嘗試 你怎麼讓自己繼續往前走 在這段時間 這幾年 好其實這個也是一個關鍵 其實在我剛創業的時候 的確那時候 我曾經想過說 我要開一家就好 還是說這樣 然後 應該是說 當時我的想法是想說 我是要開一家麵包店呢 還是要 開一家企業公司這樣 那我那時候會做這樣的選擇 更決定是 應該是源自於當時我20歲 我當兵的時候 當兵回來 我看了一本書 徐榮先生的觀念 對 其實那本書對我的啟發很大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看到他的一個成長過程 然後 讓我心裡面很佩服他 所以我就告訴我自己 就是說有一天我要跟他一樣 所以那時候很遙遠的夢 我就跟他一樣 所以我當創業的時候 當我在做選擇的時候 我就想起了我的初衷 想要跟他一樣的那個初衷 那我想要跟他一樣 如果說我只是選擇開一家麵包店 那當然 就跟我的初衷不一樣了 就像 蔡大哥你剛才所講的 我就在這樣的環境 然後這樣子可以安逸的過一輩子 那我想說 這是我要的人生嗎 對 然後 所以我就做了選擇 我想說 那我要進一個企業 那我要進一個企業 對 我必須懂什麼 必須懂什麼 我必須要會什麼 然後 我不懂的我就要去學 所以你其實就按部就班的 照這個目標 慢慢再移動了 對 然後我就 後來才會去讀書 然後也是希望能夠 有一個 應該是說 那時候我去 學習場上課 我也是希望能夠理解 比如說 幫助我去了解 一家公司該有的功能跟結構 對 然後其實在這過程裡面 在上課過程 學到了很多東西 還有幫忙 學到了邏輯性的思考 對 然後我覺得這些東西都讓我 收穫蠻多的這樣 所以聽吳寶春這樣談的時候 我不知道聽眾朋友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的聯想 我剛才一邊聽的時候 我腦海就在想 你知道我們這種做評論的壞毛病 就是老師喜歡用這個方式來思考 就是說 是不是就意味著人生其實有兩種模式 一種模式很可能就是 我有一個目標了 也不一定會成功 比方說你有這個目標 你才20歲 對 那你怎麼知道40歲50歲以後自己會不會成功呢 不當然不知道 對 可是我有一個目標 我就會朝這個目標去努力 比如說我想當一個 因為從麵包開始發展上去的企業 企業 對 我剛剛過世的創辦人 吳清友喜歡講的話 我不是開一個書店 我開的不是一個書店 你看當他書店不是一個書店的時候的概念 他企圖心就大了 對不對 那就像你一樣 如果我要的不只是一個麵包店 我要的是一個跟麵包有關的企業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知道說我缺什麼 慢慢去補 補強這些東西 專業知識跟相關的經營管理等等 這是一種人生的思考 我有一個目標 然後往這邊方向去走 但也有一種目標 可能是我邊走邊看 我邊走邊調整我自己人生想要的東西 有很多人可能也會從這個角度來 所以大概這個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完全看你的機緣 看你的個性 看你對自己人生的報復 因為像你這樣就很辛苦了 我要定一個目標 然後照那個目標 一步步往前走 人生都要很努力的去追求 但是不敢怎麼說 你覺得像你這樣的思考方式 來追求自己人生的成功 他可以複製嗎 我應該這樣講 別人可以學嗎 其實我曾經 我看完許文龍先生的書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跟我說 唉 跟你沒有關係啦 不可能 你們人生不可能一樣 然後看那個書沒有用 但是我覺得這個 那時候當時他們的說話 我不認同 因為我覺得說 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那本書的標題是什麼 觀念 我只學他的觀念 跟他的態度 對 然後其實在 剛才蔡蔡跟你所講的那個目標 對我的目標 是那麼的遙遠 我也曾經 曾經因為設定這樣的目標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師傅的時候 也有人跟我說 就是 乞丐做大夢 台語叫做 做大夢 對 那我的概念很簡單 其實 我有那個夢想 我也知道 我這輩子 不見得一定 可以做得到 但是那是我的一個人生的希望 那 當然在這個大的目標的過程當中 我還有一些小目標 我就很 給自己設定很多的小目標 但是我的小目標很簡單 那時候 比如說 我的小目標很簡單 就是那時候 我的方法啦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個方法可能 也比較 比較實際一點 比較現實一點 比如說 以前我當師傅的時候 我問我自己 我要成為什麼樣的師傅 我的概念都這樣 就是以前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都給自己加薪 那我如果給自己加薪 我的方法就是 比如說我現在 我的薪水是三萬五 那接下來 我一年之後 我要賺四萬五 那 我就看到 我現在 三萬五的薪水 我是這樣的能力 那我要賺四萬五 我該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嗯哼 你把自己設定一個 設定一個條件 對對對 然後當我呢 四萬五 達到四萬五的薪水的時候 我就再設定 我要賺五萬五 好 那我要五萬五的能力 我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我覺得這樣子蠻好的 就是 當自己給自己設定這樣 但是 你會發現 一直在充實自己 一直在充實自己 那你的能力 一直跳上來 然後當我有一天 我給自己設定 十五萬的時候 就是我創業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 我覺得 這也是給聽眾朋友 很好的一種鼓勵 還有一種方法的建議 因為你可以有個大目標 但是你知道大目標是很遠 比如說我現在從三萬五 馬上跟他講說 我希望我將來有一天 可以變成月薪二十萬 或三十萬的 那跳得太快了 太快了 可是如果說你給自己想法 就是說我現在開始 一年一年往前推 對 那可能五千 一萬 沒錯沒錯 可是我這樣推到最後 你可能放到五六年之後 比你預期的還要更快的 就來到月薪二十萬了 是是是是 因為你已經前面累積的 那些東西 小的小的條件 小的累積就促成了後面那個鑰匙 那個爆發 爆發的那一步 對 這是很好 就是有一個大目標 往那個走 然後補強自己的實力 但是在小目標上 一直給自己鼓勵 這樣他就不會覺得太無聊了 而且會很紮實 會覺得自己很紮實 就是會覺得讓自己學得很紮實 即便說今天 我後來比如說我們當了經理 你會覺得說你很紮實 因為這些過程 你當你當一個經理 但因為你從小職員 然後從小組長 然後累積 那這些你當有一天 你成為總經理的時候 這些大家小小的事情 你都有辦法去看 你這個後面這一段 也給了很多朋友 也我覺得又給大家一個提醒了 這有些事情 有些時候你不要認為說 我的好 為什麼他運氣這麼好 為什麼我不能夠那麼快的升上去 你不要忘了 有些事情要一個基礎跟歷練 否則現在如果真的把你 拉上了那個副總總經理的位置 趕快就下來了 你會很快就下來了 沒錯 因為你真的很多細節都不懂 可是像你現在這樣子 你在一個很基礎的這個麵包的 企業的經營的過程中都知道了 你的師傅要騙你 或你的經理要騙你 或是要處理什麼事情 其實腦筋馬上就可以反應過來了 沒錯沒錯 然後你不會怕 而且就是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也還懂得怎麼跟屬下溝通 因為你知道他們問題在哪裡 你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 你可以懂他們的困難 也可以了解他們到底 有沒有認真在做他們的專業 更重要一點還是 你自己因為是一步一步走過來了 所以你對自己成功的方向 你很紮實 我們訪問的是吳寶春 但我們今天談的不完全 是跟麵包有關了 各位可以聽得出來 我們談到很多人生 談到很多職場 談到很多人生 怎麼樣的長期 用長期短中期的方式 來規劃自己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好 那雖然我已經年紀很大了 但我還是覺得 寶春對我 剛才講的很多東西 對我未來十幾年 還是很有幫助的 馬上回來 我們繼續跟麵包師傅 但是現在已經人生 應該已經走出麵包這個領域的 一個企業 企業的經營者 吳寶春 繼續聊天 每次在POP大國民裡面 訪問一些不同領域的朋友 我都喜歡跟大家講說 真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了 不一定都學得來 可是他們的故事裡面一定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經驗 有一些體會 有一些心得 這倒真的是蠻可以鼓勵其他領域的人了 你是一個老師 你可以把一個老師的角色做得很棒 像王振忠翻轉教育 他可以把一個翻轉教育的一個東西 做到一個全台灣風靡 那就是很了不起 對不對 一個麵包師傅吳寶春 他可以把自己的人生的經歷 跟他的成就發展出一個 企業的典型的楷模 成功的楷模 這也是一個 又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像我們剛剛中間講到的 包括像吳清友 我覺得都是一個 都是 你還是要對自己有一個期望 你才能夠往這個期望 慢慢往前走 我記得我以前 常常跟廣告界的人在一起 他們常說 廣告界裡面有一位大師 那個大師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就是說你如果舉手 撈向星空的話 你就不會抓的一手都爛泥 那這道理是一樣的道理 我手去舉向星空 抓那個想要抓住天上的星星或月亮 我就算不成功 我不會抓的一手爛泥 那我覺得這類似的說法 就是說還是從寶春的這種談話裡面 鼓勵了很多朋友 不管你現在怎樣 你好好的把你自己的人生做個整理 往前走 這個是沒問題的 對 展望未來呢 一定很多人也很好奇 對 那你現在還會自己親手來做一些麵包嗎 你說我嗎 應該是說現在比較少 比較少 我現在就是 我大概如果說有在公司 我大概會下去一個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我就是不要讓自己手感 你還是會自己去 對因為我不要讓自己 因為不要讓自己手感啊 就是忘了 還有就是我偶爾也會研發一些東西 我想要做什麼 然後我就去跟師父 然後我們就 我想要做的東西 那你現在把自己定位成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現在 其實我一樣還是很簡單 其實 我覺得說我自己現在 也都只是一個師父 然後自己說我的定位我倒沒有去想那麼多 我沒有去想 你一個經營者嗎 還是個管理者 我覺得自己應該是 因為我沒有去資格 對 因為為什麼這樣問你 因為我有點在想很難想像 那你現在你看你事業體也做大了 人也幫你工作人也很多了 一起合作的夥伴也很多了 那你用什麼角色來跟他們相處呢 是一個觀念的啟發者 創意的提出者 還是一個公司經營管理上的一個管理者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我也看過一些藝術家 或者很好的一些藝術表演者 他們到最後變成了一個 企業體的管理人 就自己呢 就很少去插手 原來最熟悉的那一段 那他們自己有時候就覺得很懊惱 因為就放到手 你看剛才講手也硬了 肢體也僵硬了 他們覺得 哇就覺得很可惜 可是呢又沒辦法 因為你的規模越來越大 你需要有一個這種角色 對 我理所有這兩個問題來請教你 你會擔心嗎 其實我曾經也想過這個問題 我也擔心說 欸我有一天我如果說 一直走在經營跟管理的層面上 然後我的基礎會不會升速 然後我那時候曾經問我自己的時候 但是因為我想到的重點是 如果說我今天 麵包都是我自己做 但是我走了 這家麵包店可能就關了 對沒錯 對就這樣子 對就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我要讓這個麵包永續 讓我們的麵包可以永續 然後我必須先跳脫這一塊 而且我不擔心的點是 因為我覺得麵包的一個生命跟靈魂 已經融入到我的靈魂裡面了 對所以說我不會去 好像一個電影喔 對我不會去擔心 甚至於說未來我退休我老的時候 我已經想像過的畫面了 就是我希望因為我小時候 讓我最開心的事情就是打赤腳 因為我覺得我很喜歡打赤腳 然後天真無邪的在天裡面玩 抓青蛙抓蝴蝶這樣 所以呢我就給自己就是 如果說我退休了 我只要做兩件我快樂的事情 就是回去鄉下 然後想要蓋一個窯爐 然後打赤腳做麵包 就是做這兩件事情 就打赤腳跟做麵包 然後這樣子呢 度過我後面的人生這樣子 所以我打算七十歲的時候 我正常講 我本來想插一句話說 那就是九十歲或一百歲的吳寡春 對 因為我也打算 因為其實我的概念是很簡單 就是說公司在經營上 那我現在在做傳承 我也讓我的師父入股 那我希望讓這個企業永續 沒錯 所以我必須 我必須這樣子去做 那你這樣是對的 因為他這樣你的 你的這個吳寶春跟麵包的 這整個的結合 他才能夠變成一個企業體 對 而不是說一個像你講的 我有一天我不管以後 或者是我的師父 真的很厲害以後 他跑掉了 他自己去經營了 對不對 那這才可能讓你的事業永續 是是是 因為那時候 因為我有用媽媽的名字 成立一個基金會 所以我 我也希望這個基金會 能夠永續 所以代表著這個企業 他永續 然後也才能夠讓這個基金會 永續 所以我的經營的概念是 一共好創造 那個跨國百年的企業 這樣子 這是我公司的經營禮例 但是因為 就企業的經營來講的話 其實你的 吳寶春跟麵包的整個企業體 還算是一個相當年輕的 對不對 所以路還很 還很長 還很長 而且這種慢慢的跨出去 如果說了 最後一個問題了 麵包不只是麵包店 對 那你對他的想像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麵包他 應該是 你剛特別有講到說 他有他的靈魂 他的生命 對 我覺得他是一個生活 他是一個快樂悠閒的生活 對 我覺得這是麵包給人很療癒的事情 就是說 像比如說 當我當一個評審 我在看那個麵包 讓我看到的時候 哇 我覺得 那個是讓人家很驚喜驚訝的 就好像我還記得 我第一次去日本 吃到那個日本的法國麵包 那個麵包會回甘 對 也讓我覺得說 哇 原來食物它可以 可以讓我們這麼 這麼愉悅 這麼療癒 這麼幸福的感覺 對 那我覺得麵包 他就是這種角色 對 我覺得他應該以後 他也不再只是說 讓我們三餐溫飽 哪裡好不好吃 哪裡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 他已經不再只是這樣子 對 就很像書不只是書了 喝一杯清酒 就不只是喝一個酒 對 喝一杯紅酒 也不只是在喝一個酒了 對 而是感受到後面的生命 對 那種悠哉的文化 如何讓那個麵包的 那一個底蕴能夠升滑 好 我們訪問的是吳寶春 最後那句話 如何讓麵包的底蕴能夠升滑 那當作收尾 非常完美 因為每一個人人生都要讓自己的生活 生命在某些地方升滑吧 好 底蕴能夠不斷的往前走吧 感謝吳寶春 謝謝 謝謝 謝謝蔡大哥 五點到七點節目 就在這個訪談當中呢 跟各位說拜拜了 非常希望 待會如果 你呢 去拿一個麵包 小小的撕一口 放在嘴裡面 咀嚼一下 你就知道 它是有生命的 這是吳寶春告訴你的 感謝大家收聽 待會請各位繼續收聽 由DJ俊昌 為各位主持的What's Up Music Lov'n You 怎會有點不滿足 需要巧克力不住 甜了我嘟嘟不孤獨 無理由 看個電影都會酷 上映壯麗的愛情 分手的劇情還太酷 每天是巧克力不住 今天沒你陪無所謂 想摔出味 有心能為我排隊 Just wanna kiss Til we run out of breath A little chocolate 感種未許一些 想聽你說 最真心的謎語真言 I love you 別出心猜的 別殺了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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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了幸福 Woo Whoodoo